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个刹车油门的控制 我给你讲一下 脚跟要放在油门和刹车的中间 以脚跟为轴 脚跟不动 脚尖来回左右切换 刹车 油门 刹车 油门 刹车 油门 就这么切换 那么注意 开车的时候 你穿的鞋子有要求 不准穿脱鞋 不准穿高跟鞋 高跟鞋4厘米以下可以 超过4厘米就违反规定了 至于规定有这样一些要求 这是我写的自动的汽车应用驾驶操作教程 我这个教程里边有一个开车前准备 开车前准备我们就提到过相关的规定 那么你看 驾驶汽车汽车上路之前的准备 开车前准备 这里边有这样一个规定 确认穿戴合适的服装和鞋子 那么开车的时候 不准穿脱鞋 不准穿4厘米以上的高跟鞋 如果穿4厘米以上高跟鞋 视为你违反规定 那么这里边有违反规定的驾驶员 要被扣除二份 罚款50到200 这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那么如果这个女同志习惯穿高跟鞋 那么如果你开车的时候 要在车里边预备一个平跟鞋 开车的时候要换上 但是你换上的这个鞋 换下来的这个鞋不能放在座椅下边 放在座椅下边一踩刹车 滑到前面的话 很容易影响踩刹车 这样容易出现事故 所以开车的时候要遵守这样的相关规定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上路了